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Peter每个是Peter一传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市场上最新的一个消息 这消息我们早上推了出来 跟大家讲说FTX这个地方上下冲 叫大家不要去放空,非常非常危险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们前两天其实有这个新闻跟大家讲到 Elemento Research其实就是SAM自己最早创立出来的公司 但这家公司最早是以VC跟投资为起家 到后来呢,他成立了FTX之后FTX把它买下来 那等于是Peter的FTX公司 这地方可以看得出Elemento Research现在目前为止 它里面有14.6个Billion的资产 但是这个资产里面有7.4个Billion是所谓的liability 就是它的,等于是它的负债 现在出现最大问题是什么 Elemento Research目前为止 你说Coinbase这边有一个文章讲出来 它这个14.6个Billion里面 那7.4个Billion是它的负债 问题是它里面的资产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你来看一下它整个14.6个Billion里面是占有什么东西 3.66个Billion是FTT FTT如果大家知道那就是FTX本身平台币 第二个2.16个BillionFTT collateral FTT拿去抵押的这个抵押品 2个Billion是在它的equity 然后3.37个Billion是在Crypto Hill 那这个Crypto Hill它其实没有特别讲是什么地方 但是很多不一样的Crypto的资产 另外还有1.13400万美金 这是现金 然后3.32Billion 然后3.28Billion 那重点这篇文章讲到什么 我们市场上目前为止你去看FTT 那还有SOW 还有其他不同的币 不同的币种 他这边hold的所有这些币种的资产 包括SOW SRM SRM其实就是SOW 他们弄出来的一个 SEREM 就是一个分散室交易所 那FIDA 那MAPS OXY 这些全部都是SAM最早在SOW上他自己发的一个项目 这些项目全部加起来有3.37Billion 是一个资产 那这些其实 所有这些资产在整个熊市其实已经跌了93%了 那他讲说当初他们估值这些资产跟资产目前为止的价值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gap 那目前为止 如果这些资产持续这样子的缩水 有没有一个很大机会是Elemento Research这边会破产 那Elemento Research它这边其实的做法是 就是把Elemento Research所有的资产 拿去市场上借钱拿去跟银行借钱 他等于是把资产抵押借钱 把钱借出来 那再做他其他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篇文章 讲现在Elemento Research的财务状况有一很大问题 那今天其实整个市场非常 Let's get crazy 就是CZ讲 他手头上这边大概有2.1个billion美元 相对BUSD跟FTT 他们打算要一步一步把它拿出来去卖 那大家知道Binance最早其实是FTX的早期的投资者 那早期投资者 那之后他其实赚了钱 说这些资产他已经他说我已经 这些资产呢 我们已经持有了这么久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套现 那套现的部分 他其实会慢慢套现的 慢慢套现 你看这个就最早最早 其实CZ就是投资FTX 最早啊 是投资他 那现在其实赚钱已经赚开来了 那另外这边有讲到一个Wheels Alert 这边有一个2200万 2300万的FTT 大概是5亿8400美金左右 那这FTT从他的Wallet 然后Transfer到Binance 那这个其实CZ讲说 对这是我们的基金啊 我们这边打算要卖啊 那大家一知道有这个消息出现呢 那其实FTT就从26块钱直接跌到22啊 那这也就是昨天的市场上忽然之间FTT跌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那之后为什么FTT在22左右 在这边震荡呢 那其实后来FTX出来表明说 那盒只要跌超过22的话 他们都无条件买回啊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CZ这边的一个推 他讲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卖FTT主要是要降低一个风险啊 我们不想要像Luna这样子到时候爆开来 说我们得到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不想要 呃他这么讲 我觉得是蛮搞笑的 we don't want to pretend we to make love after divorce 我们跟人家分手了之后 还跟人家也有有这些暧昧的关系 那他们其实并不是针对任何人 但他们打算 他们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市场的资产啊 那这边有一些搞笑就是你看fuck around 还有这sam的部分 那sam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市场上受到大家的一个反感 就是他这个地方一直推啊 他在美国这边也有法案啊 他一直在推就推这个kyc 而且kyc你讲说在分散市交易所上做kyc 这其实给整个crypto带很大反感啊 那大家知道就像是你用uniswap uniswap你前面的钱包 你要做kyc才可以去认证说 哦我是不是监管 不是美国人我才可以用 或者是你不是这种受监管单位 监管的这些国家才可以用 那这个其实不合理啊 那就像是说我们在用email email可以让恐怖分子 寄email互通有无的这个互通信息 那所以你寄email前面这个email信箱 就必须先认证了之后你才可以吗 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就是我觉得最主要是CZ跳出来 呃你说是两个大的交易所之间的 的这个战争呢 或者是CZ跳出来保护所有crypto的人士的利息 这个所谓的权利呢 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另外这边其实讲说 elemental research为什么有可能资不抵债 insolvent就是资不起带意志 他讲说现在整个coinbase上次 就刚才第一篇文章讲出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资产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短时间之间可以赚这么多钱呢 这边其实 这个方式就要就跟CELSYS的network是一样的方法 第一个像他这些大的大的这些公司 他们就呃创造create token 创造token出来把token价格pump的非常高 那就变成是所谓的gain 那就是你这个价格pump的很高 之后你有一个利润利润就放在资产负代表里面 之后呢 把这个gain呢拿给你的投资人看 那投资人就觉得说哇 你这家公司超赚钱之后 那可以再融更多更多的钱啊 那不管是卖 呃本身公司的股票 或者就所谓equity 也卖你公司本身的权益 以及再去借更多的钱啊 那这样的一个循环 其实当市场好的时候是正面的啊 那如果市场不好的话 那就变成像Celsus的 整个状况是 他整个Celsus token 那被Celsus买完之后呢 现在token价格一直跌一直跌 那市场上要拿这个token出来 买很少 只要卖很少token之后 整个token就归零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死循环啊 如果价格是反过来走的话 其实会变成死循环了 这就是所谓的 Mashing Ski Flywell 这是Mashing Ski的飞轮呢 那看起来现在Elementa Research 还有FTX 有机会踏入这个所谓 呃死循环的飞轮呢 那这边我觉得 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们这个Research讲到 他们手头上 其实有这些所有的币啊 这SRM OXY 还有Vida 还有Maps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当初Sam发出来 都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币都是要后4年5年6年 甚至说我们这个币呢 所有的投资人都不会卖了 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些币的价格 其中高位下来都跌90%以上 并不是他们不卖 但市场他就是透过他的交易所去pump and dump 他透过放空自己的项目啊 有人会透过放空自己的项目赚钱吗 有啊因为对他对他来讲 这只不过是一盆 一盘生意而已 那另外这边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token 另外 11小时之前 这边呢你可以看到 这FTT sell 在这个地方超大根的一根 就是开始市场上有人在动这个FTT了 我觉得FTT Sam是因为得罪太多人了 所以这边绝对是后面有人要弄他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市场比特币 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市场的关系 比特币我们周末的时候还在21,480 21,500左右 那今天周一到11就跌了 跌到20,800 那如果你来看一下FTT FTT 其实现在很重要的位置在22 为什么FTX他们讲说只要任何在22块 以下他们从中都要买 他们其实主要就要守住这个22块的线 我觉得22块这条线 如果他们这里没守住很危险的 这里有一条线 其实现在就在这个 所谓的颈线的部分呢 这边只要跌破 这只要跌破其实就很难看啊 有可能会 其实你下一个部分你要看哪里 下个部分你要看这里 如果跌破的话 其实很可能会跌回11块 甚至干嘛 起涨点是哪里 起涨点将近是4块钱啊 这边是11块 这边是大概是5块吧 4.5到5块 所以FTT如果这个地方啊 FTT跌破这条线的话 有可能是看11块或者是4.5到5块啊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FTT这个地方 如果手头上有的话 建议大家要降低你自己的风险啊 那另外就是所有的币 如果放在交易所都不是你的币 想办法把这些币都放回自己的钱包里面才是真的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让大家有心意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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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1.com 请问1.com